台式大推动跨领域人才培育 校方从今年开始 在放宽双主修和服系门槛 每系必修从平均90学分 调降到75学分 让学生有更多空间 可以探索自己的兴趣 更首度开放学生自由登记 变成登记之 其实是变得比较 更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也是有很多人这样做 就是会想说 先修一个双主修 先修彩 这样对未来也是感觉 比较加分的效果 比较一些热门的科系上面 有比较多的学生休息 服系或双主修 我们就会提供给 这些系上的比较多的师资员 还有课程里面的助教 根据统计 校内双主修服系人数 从107学年到109学年 成长约四成 而这样全校选课制度大松绑 刚好跟上师资生 跨领域人才趋势 108课刚之后 其实变是我们师资生 他们想要第二张专场的比例很高 在我们课程里面 去做加强 进了一些是属于实务型的 很有教学经验的 国中高中老师 对 他们会共开你们课 如果过程 他们大概就多少点了解 其他领域的状况 因应新课刚和未来趋势 师大从制度和课程双缓旗下 期待能拓宽 学生未来的就业路 带新闻黄轩检员机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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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